我婆婆说我呢,我来美国这几年呢,把我老公都给惯坏了 本来我老公性格呢,就比较挑剔 然后我来了之后呢,她就更变本加厉了 怎么回事呢,前几天呢,我婆婆过来了 一般我婆婆过来呢,她就会做饭啊,做家务啊之类的 我基本就不用管什么事 因为我婆婆觉得我平常在家带小孩比较辛苦 所以她来了,基本所有的事都她包揽了 在吃饭的时候,我老公就挑剔说 这个菜咸了呀,那个菜淡了呀之类的 其实我老公平常也对我这么挑剔 只是说,她总说总说,可能我就不以为然了 但是我婆婆就觉得挺不舒服的 觉得说,好不容易给你们做餐饭怎么还这么挑剔 然后平常在我跟我婆婆聊天的时候 我婆婆就说,肯定是我把我老公给惯坏了 说我老公怎么变得比以前更挑剔了呢 其实可能也有一点点吧 因为可能我比我老公大一点点吧 在平常生活中呢,也比较迁就她 一开始呢,其实我俩生活的时候也是有磕磕绊绊的 我有的时候也跟亲戚朋友抱怨啊之类的 然后有些人就说,你看如果说你比你老公小五岁 肯定她什么都让着你 你要比她大的话,她可能自然而然就不觉得 觉得你就应该让着她了 也有人说可能是独生子吧 就相对而言比较有个性啊,比较自我一些 因为我老公是独生子,从小啊都也是被宠大的 我们家是有两个孩子,可能相对而言呢 就会比较懂得忍让啊退让 但是我觉得夫妻两个人过日子呢 总得有一个人会退啊,会忍让呀 要不然整天吵架,真的是家庭中的琐事 是吵也吵不完 这不我老公又开始挑剔了 说最近啊总吃中餐,有点吃腻了 我合计吧,出去吃顿西餐呢也挺贵的 那还不如在家做呢,今天呢我就打算做个牛排 其实我做饭呢也不怎么的 但是呢我就是也爱瞎搞嘛 我买了这一大块牛排肉 这一块呢才两块六毛四 这一个牛排是五点九九美元一磅 大概一磅是九两那样子 这一块估计够一个人吃了,还要多呢 也够她明天带饭了 今天呢就准备做这两块牛排 正好呢也有网友说 他想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呀 看看我们家做的菜怎么样呢 今天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厨艺 好了,我先把这个牛排腌制一下 因为我们家不经常吃牛排 所以吃牛排的材料挺不全的 先把这个拿这个厨房纸把这个血水给吸掉 我一般呢都是买的那种配好的材料 但是这次我看这个牛肉还挺好的 我就想自己尝试做一下 本来应该拿那种专门的就是打牛肉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们家没有 只好拿筷子搓搓搓 然后再放点料酒 放点酱油 然后再放点胡椒 然后就这样腌一下 然后再给它煎一下就好 我现在已经开始煎这个牛排了 我们家这个锅正好能放得下两块 我觉得做西餐比做中餐要简单很多 无非就是煎一下 烤一下 腌一下 像我们中餐又要切呀 又要炒呀 这个只要煎熟了就可以了 让我的成品做好了 这是我的 还有玉米 今天我们家是分餐制 每个人就吃一碗 这样好收拾碗 还有我调制的莫吉托 很多人管我要配方 我这次呢会写在视频的评论区下方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好不好吃啊 稍微淡了一点 你要求可增多 要求高你才能进步嘛 好吧 你说平常是不是我总让着你啊 看你想吃什么就给你做什么 我让你的时候你就不记得了 你哪有让我啊 都是我让着你啊 以后咱们家就吃西餐了 你看这样多简单 做起来也简单 不用炒不用煎了 装西餐混着吃了 你怎么要求那么多呀 也就我能受得了你吧 今天吃西餐你自己吃力了 我不会啊 我怎么简单怎么来 吃完晚饭就带着小孩来公园玩一下 之前收到一个网友的留言说 总跟老公吵架 两个人都说一些互相伤害的话 其实我觉得生活中 夫妻两个过日子呢 少不了摩擦 在一起的时间越久呢 越会无限的把对方的缺点放大 如果说我们做不到 说相互迁就相互欣赏的话 那就也相互尊重吧 不要总说一些伤人的话 我觉得其实跟谁过日子呢 都是一样 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会遇到那样的问题 相爱容易相处难 希望我们都能找到一个 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也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